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来到高雄 要吃最便宜 最好吃的高雄 但是你们知道 我是一个猛狗人啊 所以呢 我需要一个宅店 因为宅店会介绍给我 最好玩的高雄 嗨 吴风哥 什么热情的欢迎 是啊 欢迎来到高雄 你好 恩惠 谢谢你啊 先送给你一个礼物 你猜猜是什么 我知道这是 这就是楼盘啊 这个楼盘可以带你去吃 高雄便宜的美食哦 什么 是 在歌唱节目 调价二十关闯关成功 刚发行个人首张唱片的 无声梅 教给吴风一个神奇的指南针 要带大家 找到高雄好吃又便宜的美食 第一指 就要带大家 到一间超过四十年的老店 很多人可是为了要吃到它 排队超过三十分钟哦 吴风哥 就是这里 这里 高雄航安来的三明治 三明治 早餐店 但是这里有一点香 BBQ店啊 老闆 你好 你好 你们这么早吃BBQ吗 好香 没有啦 是三明治 都是用味这个 对对对 炭烤的 炭烤的图示 好吧 跟我等一下 我要拍一张红好 好了 你们当然不相信啊 我看了就知道 哎呦 真的耶 哇哇哇哇 师傅 好了 有可能你们也不相信我们哦 注意看哦 它不是火腿 也不是牛肉 它就是真的是吐司 那现在我也可以试试看吧 可以可以可以 Go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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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等一下 小心點 好幸福 阿牧姨 辣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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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快就燒起了 這個 阿牧姨 阿牧姨 這個是你的 太急 我跟你講話 燒掉了 不要這樣 對啊 很快 燒掉了 一下就燒掉了 真的 吳鳳哥 你烤一下就焦了 你太含蠻了 換我 什麼 含蠻什麼意思 含蠻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什麼可以欺負我 你是不是說 好不簡單的 但是好香啊 等一下可以再拌一次就可以了 會很漂亮 會很漂亮 這麼漂亮的小雕 哪裡漂亮 小雕的哪裡漂亮 很激活耶 阿牧姨 你剛剛說我燒滿了嗎 那我要跟你說 你辣椒了 看一下阿牧姨的 看一下 小屁了 你自己烤不好 才笑人家辣椒 傳承三代 超過四十年的技術 果然不簡單 這家店的特色 就是讓吐司 在炭烤的過程中 帶有微微的木炭香味 再加上 別的地方吃不到 老闆特製的美乃滋 好不好吃 看老吴的嘴長那麼大 就知道了 阿牧姨 你給你吃小小的 好 我吃小口一點 老外吃得到的好不好 好 OK 一 二 三 好棒 好吃嗎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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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這樣子的味道 這外面也不會一直這麼的碎 還有 I don't know 隨便想 裡面的藥原 就在這大海中的 OK 我真的非常的喜歡 阿牧姨 對 你是怎麼了解這裡 對啊 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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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就是為什麼老闆堅持不用烤麵包機的原因 手工炭烤過的香味 就是比機器烤的味道來的香 而且不像一般早餐店的荷包蛋 老闆將蛋料理成法式歐姆蛋 酥脆的吐司中 夾帶著歐姆蛋軟黏的口感 味覺上真是多層的享受 這間位於高雄鹽城區的炭烤三明治 可是來高雄必吃的美味 接下來 深梅要帶大家到一家逢年過節 起碼要提早一星期預訂 才吃得到的美味喔 胡柏哥 吃完鹹了就要吃甜的是不是 當然了 甜甜是外國人的最愛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高雄最便宜最好吃的美食 沒錯 所以我今天帶你來 高雄最有名的傳統市場 這裡是高雄最有名的傳統市場 這麼長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就走一走 然後呢 看看你的羅盤到哪裡 羅盤就是 就是我們要到的地方 走走走走 好 胡柏哥 就是這一家 這一家 這一家是你傳統市場 最好吃的店 好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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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陶姐 休麻雞 是啊 休是什麼意思 休就是很燙的意思 很燙 對 燙的麻雞 對 燙的麻雞 五十年的歷史 不管是湯圓 米高中 還是熱麻雞 全部都是招牌 不信 看老吳嘴巴提不下來 就知道啦 好了好了 我們要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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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燙麻雞 這是鴨鴨湯 鴨湯是這個 對 花生蒼圓 你看燙麻雞是這樣 我以前吃過的麻雞 是大概這樣 它就是西瓜吧 陶姐 西瓜 對 黑瓜 我給我 看一下 好大 很濃的芝麻的味道 對 哇 咬一口像是那一口 好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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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但是比 比小的麻雞更軟 大概它的兩倍 非常非常軟 好像是吃麵包那種感覺 好濃 我真的第一次感到 這麼大的麻雞 對 我剛剛沒有咬 我真的 軟軟的 我剛剛沒有咬 還幫我們直接看你咬 看到了沒有 沒有咬 這就是 噴 這是 招牌是不是 對 招牌 OK 你說裡面有什麼 紅豆 花枝 草叶 紅豆 還有花生 還有這個紅紅的是什麼 這個是 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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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紅咬咬是什麼 白白虎 厚的 好 那你吃感覺也是很好吃 好 其實我完全聽不懂 但是紅咬咬好像是跟Lady咬咬一樣 就是台灣有紅咬咬 國外有Lady咬咬 一樣很有名嘛 好 OK大概了解 吃吃吃看 吃吃看 現在知道 吃吃吃吃吃看 吃吃吃看 你看嗎 好 OK 吃吃吃看 吃吃看 你吃吃吃看 你就是Mr.Q Q就是Mr.Q Q就是Mr.Q Q老闆 好吃 好吃 好 沒給你告訴我 你真的是太愛國分了 為什麼 因為我來到台灣那麼久 也吃過很多台灣的美食 但是 今天吃過的美食真的很 哇 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Happy 非常的Happy 非常的Happy 我跟你講 真的很棒 不會 將軍不會恨我 你後來找我 這就是帶你也好過 一定 我一定會教你 你真的 你真的就是在地人 當然 他也是跟你一樣甜 Sweet Sweet 你就是 Sweet 你就是 QQ老闆 Mr.Q Mr.Q 就是你啊 哇塞 真不愧是超過50年的巷弄美食 沾了花生和芝麻粉的招牌麻糬 在老吴的嘴巴裡 像是棉花一樣的化開了 老吴還說 他最喜歡招牌湯圓裡面 熬煮到軟爛的花生和紅豆 再加上QQ的太白粉圓 揉成刺的口感 真的是太好吃了 老闆傳承了超過50年的經驗 所有的材料堅持手工製作 難怪可以讓吃過的人一再回味